朱婷即将与埃格努阁网对空。瓦基福已经再次建制冠军。 现在女排欧关形势已经明朗,吐超豪门费内巴切主客场双杀一甲净吕斯坎迪奇晋级半决赛。 古巴天才少女瓦尔加斯在比赛中爆发,帮助费内巴切战胜对手,费内巴切半决赛对手来自同伴区的科内利亚诺。 科内利亚诺四强之路比较惊险,遇到了今年夺冠热门伊萨奇巴西,最终逆转取胜挺进半决赛。 而在另一半区中,还有一个四强名额没有产生,埃格努带领的诺瓦拉与德国德斯图加特女排还有一场比赛。 从实力上来讲,斯图加特是欧冠八强中最弱的一支队伍,拥有强力接应的诺瓦拉战胜对手进入四强不成问题,所以朱婷带领的瓦基辅即将对战埃格努带领的诺瓦拉。 上一场八强赛,瓦基辅银行对客场2比3不敌对手莫斯科迪纳摩,分析失利的原因首当其冲就是小二传奥兹巴一发挥糟糕,一方面给朱婷传出的球只追求速度,而忽略了球点高度。 一个攻守失误过多是攻守自己的问题,如果被篮很多,那和二传传出的球也有很大的关系。 另一方面思路不清晰,关键比分不交给关键人物。 在斯洛特耶斯、罗宾逊连续失误被篮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传球给他们,决胜举大好机会稍纵即逝。 另外一个失利的原因和主教练的调兵潜将有关,在关键时刻斯洛特耶斯不下球的情况下,忘记了惯用的战术,就是将斯洛特耶斯换下,解放朱婷的一传,全身心投入进攻。 其实上一场比赛瓦基福的发球已经冲击到了谢尔班,而且对刚查洛瓦也有直接篮死或有效撑起,但是对手的二传奥杰年诺维奇在组织,调整传球,节奏的把握上确实更胜一筹,无愧于目前世界第一二传。 不过双方第二次交手瓦基福发挥出了未免冠军水平,3比0横扫莫斯科迪纳摩,成功闯进欧关四强。 比赛过程中朱婷发挥出了头号核心作用,24扣15中,扣球成功率高达63%,与上一场偶然失利形成鲜明对比。 再加上两个篮网一共拿到17分,也成为单场MVP,朱婷上一场失利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。 半决赛对于瓦基福来说并不轻松,根据实力对比,瓦基福半决赛对手很有可能是埃格努带领的一家豪门诺瓦拉。 埃格努去年在世锦赛上大放一彩,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,都是世界一流水平,除了心态容易出现波动之外,可以说是世界顶级接应。 一旦两支队伍相遇,朱婷不可避免与埃格努隔往对轰,这也是众议两支队伍头号核心的较量,将成为欧关半决赛最重要看点。